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某 汪某 还有周某的一名小姐妹徐某带回了所里 汪某表示 丢失的是一部刚买不久的新手机 因为周某曾经多次擅自拿他的化妆品 所以怀疑到了周某头上 一开始周某和徐某都不承认拿了手机 民警经过调查找到了突破口 3月26号晚上 徐某曾在自己的手机上搜索有关二手手机回收的信息 在民警审讯之下 徐某不仅承认了犯罪事实 还把同伙供了出来 正式找警方自证清白的那位周某 我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周某 然后一时有一些跳 然后拿了她的手机 你是怎么想偷这部手机的 是 徐某让我拿的 徐某让你拿的 然后你就拿了 然后他说不会被打击 然后不是 为什么拿呢 他看到那部手机 然后说可以买击 那手机我们俩想买了 卖了 还没有买 还没来着急卖 是不是 一般手机 不是 不敢买 然后把它藏起来 藏到哪里了 藏到卫生间 在那个窗户里面 稍微等一下啊 你过来 哪里 窗户里面 你直接 哪里 你别动 这里面 对 我放在那里面有 稍微等一下 你先别拿 然后他把手机就是自己悄悄的放在 卫生间的一个窗户 就是格子里面 最后是掉到了 掉到了那个垃圾桶里面 所以我们公安机关最后是在他的那个 垃圾桶里面去找到那个手机的 朱警官说 徐某和周某两人认识了一年多 平时吃喝玩乐都在一起 目前两人都没有工作 对 有意非常脆弱 特别是在违法犯罪面前啊 比如说本来是两个人想好要一起作案的 没有想到就是被公安机关发现之后 一个的话就提前攻守同盟就 不攻自破了也算是啊 现在周某和徐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让我们看见到这个事情 还是无论的事 所以我们看上这个事情 我们看下一个明镜需要的力量 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看下一个 皮革的事情 必然是